再来看的是融入生活 这个韩剧跟日剧都很热门之下 也让去东北亚旅游的人数大增 不少国内航空都增加了 日韩航线也招考了外籍空服员 就有韩籍的空服员真的是超级明星脸 来看看跟城市猎人的普米英到底有多像 韩国综艺节目花样爷爷介绍台湾美景和小吃 来自《星星的你》剧中浪漫场景引人入胜 这些戏剧节目在台湾和韩国两地热播 让台湾人想去韩国玩 韩国人也想来台湾走走 更让台韩航线的载客率冲到九成以上 一个个高挑亮丽 这些都是航空公司招募的外籍空服员 因应市场需求 首次招考了20位韩籍空服员服务旅客 大方分享自己如何在考试中拿下高分 这位来自韩国的申晓玲 和韩国电视剧《城市猎人》的女主角 蒲敏英非常深思 这些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空服员 参加台湾考试竞争激烈 有的更是放弃原本的航空公司 选择来台领5万多块台币的薪资 都是因为喜欢台湾 我喜欢台湾 我认为台湾人非常敬 台湾人非常敬 那将来希望他们在客舱服务的时候 能够针对简单的服务用意 包括说马上来 我立刻为您准备 配合东北亚航线增搬 他们将在台湾受训九州 7月就能在机上感受到他们的亲切服务 优电TV李文浩月佳妮台北报导